我們在說以前對不起 讓你承受你這個一生不應該承受的事情 真的很抱歉 對不起 謝謝 謝謝大家 幫我們講一下今天的狀況 好 有沒有什麼話要跟關心你的粉絲講 現在最重要的還是 全力的配合這個司法的調查 是 那有一些事情呢 我也會努力的捍衛我自己的心白 就這樣 有哪一部分你認為是大家誤解的 這個我現在這邊不放進去 因為畢竟這個政策的過程是不能去公開所有的事情 心情上會覺得很委屈嗎 我不會在這邊透露我自己的情緒 因為覺得不重要 你有拿出對你有力的政治嗎 我們不會公開任何過程 那我其實想要補充的是 今天這個媒體大哥大姐 長官們不要太苛責媒體們 因為這政策不公開的關係 所以才有造成今天下午的追蹤這個動作 那也請這個警方檢調方的這個長官也不要苛責底下的情緒 因為他們是也遵守了 這假不公開這項的責任 所以才會造成今天這個比較混亂的狀況 然後大家各自保重 你們下一步想要怎麼做 有嗎 謝謝 左邊